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是一般顶楼露台造景都是准守社区规定 事情发酵了两天 12月1号台北市建管处发布了官方的声明 表示罗志祥此改造属于违规建筑 不符合建造要求由限期30天内拆除并收取拆除费用 最高处罚6.9万元 据悉罗志祥此次准备修建泳池的豪宅 是他2018年花费2.7亿在台北内湖区买下的顶楼和次顶楼 他特意将两户打通用来自助 今年4月罗志祥被爆出和有人开设泳池派对的视频 据台媒报道 他和好友大根特意包下了宜兰别墅 邀约了20个辣妹举办了这场狂欢派对 现场的气氛呢十分的欢快 每个人玩的不亦乐乎沉浸其中 所以呢外界也猜测罗志祥突然兴起建豪华泳池的想法 可能呢也是为了日后更方便的随时在家中和美女开派对吧 自从罗志祥被爆出出轨的丑闻后 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接工作 知情人士呢还透露他因此损失了近8000万 但纵观罗志祥的近况呢 他本人好像并没有被其困扰 反而呢生活的有滋有味 颇有老年人提前退休的休闲之感 最近呢还帮母亲亲自操办了一场老年乒乓球赛 并在社交平台晒出了自己和母亲一行人合影的照片 看起来状态很好啊 并且呢还有节目制作公司找到了罗志祥 想邀请他呢成为外景主持人 但罗志祥仅仅仅以目前没有主持工作计划为由 拒绝了节目组的邀约 有网友的猜测 罗志祥呢是看不上才两万一级的酬劳 纷纷表示罗志祥根本不差钱 不过呢有钱归有钱 涉及公共利益 做事还是要按照规则来 希望罗志祥呢吸取教训 下次呢先按照流程走 可能泳池梦就会快点实现 自从周阳青贴出关于罗志祥的黑料之后 诸多以前的往事也是相继呢遭到了网友的身疤 除了旗下泥人的身份以及交往的时间线之外 化妆师的身份呢也是逐渐的明朗 当然最为让人注意的还要数罗志祥和兄弟欧帝的事情 除了罗志祥的个人感情遭到了网友的起底之外 4月26号 亦是有着网友起底了关于罗志祥成名的黑历史 不但与恩师反目成仇 更是因为宣传电影 从而缺席恩人的葬礼 诸如此类的还有着很多 其实在这段黑料被爆出之前呢 罗志祥在圈内的人员还是很不错的 开朗搞笑的风格 不但获得了前辈的提携 更是让无数网友迷恋 然后呢在罗志祥成名的道路上也是遭受到了诸多的黑料 只不过呢 人们渐渐的淡忘了这些 罗志祥的成名 其实和干爹孙德荣有着主要的联系 当年孙德荣竭尽全力捧红罗志祥 待他如亲儿子一样 可是之后呢 两人却爆发了纠纷 不但被控性骚扰 更是为此闹上了法庭 罗志祥的人品呢 也是受到了质疑 这件事情呢 虽然真相不了解 但孙德荣至今都无法忘怀这件事情 他曾说呢 这是他的人生污点 希望能够还他的清白 并喊话道 我养了你那么久 我没有求什么 你为什么这么狠心 当年影视大亨 杨登奎的趣事 可谓是让一夜内人士十分的惋惜 不少的圈内人呢 都纷纷的放下手头的工作 前往追到可让人感到意外的是 罗志祥并没有去 而是跟随周星驰做电影宣传 忘恩负义的事情再次发生 罗志祥常常驻的综艺节目 也是让其大红的综艺节目 娱乐百分百 当年呢 就是因为杨登奎的出面 才让罗志祥坐文宝座 没想到的是 杨登奎去世 罗志祥呢 并没有前去 而是为了自己的隐世前途 由此呢 使得当时的纸片人 郭建宏大骂 看不下去 除此之外 最为让人熟知的就是 他和欧帝的兄弟纠葛 当年两人组合罗密欧 感情的字案不用多说了 后来欧帝服役将女朋友 托付给了最好的朋友 罗志祥 没想到的是 最后兄弟没了 女友也没了 2017年的金钟支持奖呢 是由罗志祥的 娱乐百分百获得 可是呢 这段获奖呢 也是有着黑历史啊 当年威廉也在此当综艺节目中支持 且效果呢 都很不错 可惜的是 没有被节目组报上 吴克群有此 替威廉报不平 但罗志祥呢 对此并没有表示 反而呢 来了一句 下一届 我会拿威廉的名字去报名 看会不会入围 从而呢 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纷纷评论道 谢谢你兄弟 他本来就是一路又吃又拿片上去的 这是他往上爬的秘方 杨登奎丧礼 他说没有空去 如果呢 真的是这样 那么罗志祥的人品呢 还真的是堪忧啊 罗志祥呢 声明甚早15岁就在台湾 以山寨四大天王出道 他是负责郭富城的这区块 眉眼间呢 还是有郭富城的影子的 尤其是那双眼呢 灯光打足 曝光加持 黑皮变身白水公主 活生生一个小郭富城呢 就狠空出事了 罗志祥重新定位 从综艺主持入手 这条路呢 算是走对了 街棒主持的娱乐百分百 为他奠定了粉丝基础 为后面重新唱歌 进而跳舞 铺了一条好路 在娱乐这条路上 被拍死在沙滩上的 艺人们很多 这里又不得不说啊 罗志祥在业务上的 战斗力和拼进呢 还是十分可圈可点的 而且呢 游刃度极好 偶像包袱 能放下 搞笑也不干 综艺节目配合度极高 玩得起 放得开 这么多年 改朝换代 不知道几波了 他没被拍死 反而呢 登峰造极 混成了亚洲舞王 命运对他的回馈是 他最终又难回了麦克风 2006年 已经发了第四张专辑 而且那时 他的路子呢 已逐渐清晰 坚定不移的 走唱跳路子 同年 罗志祥呢 也参演多部偶像剧 无论怎么都好 他的曝光率一直都在 罗志祥主持歌唱和演戏 三条路 发展都相当的顺随 同期一人呢 早就销声匿迹 唯有他活了下来 2007年 罗志祥呢 到泰国拜见白龙王 白龙王告诉他 借色十年 他的事业呢 会达到新的高度 对吧 事业看得比命还重要的 罗志祥 这则简言本呢 音像顺旨般的存在 但很明显 他的欲望呢 战胜了事业心 他没有遵守这个约定 又或许呢 这句话 罗志祥的理解 是另一个层面的意思 作为明星呢 他只需要对外界界色 让大众知道 他没有恋情 就是一种界色 而私生活 大可以瞒天过海 我知 你知就得 所以呢 自此之后 他的感情开始扑朔迷离 而且呢 尽量不染指 圈内人 即使有八卦传出 也从不承认 2008年 据说他和陶者女友 丽子过从甚密 接着呢 是女心李玉芬 但他从不承认 不承认呢 就是没有 罗志祥不义 白龙王的一句话 逼得人家 一肚子的花花长子 只能再用在网络聊天上 这个事件的连锁效应是 罗志祥呢 在台湾的事业重挫 内地当红节目 极限挑战 救了他一把 让他起死回生 小中的是网红 也具有网红所有的特质 爱秀 爱帅 年龄小 周杨青背景不详 没有起因 没有结果 简单粗暴 横空出世的大眼小脸 这种女孩呢 似乎是为爱而生啊 容易爱和被爱 尤其是大明星 小网红这种配置 简直呢 就是在说他们 比罗志祥高 不知几班的郭富城 都和小网红修成正果 罗志祥爱上网红呢 简直毫无悬念 想和罗志祥 长长久久下去的小周 就是这样的 永远以偿 以至于呢 周杨青和余大梦 绯闻传出 余大梦 更公布了 二人交往的证据 周杨青呢 都能把这个出轨 噎了下去 那个时候 他还心存幻想 觉得罗志祥呢 是个良人 小周呢 在罗志祥的面前 这样是乖巧又听话的 但忍得了一时 忍不了一事 最终呢 在今年兵荒满乱的 结果眼上 终于爆雷 他们的生存法则 一定要广撒网 多捕鱼 罗志祥的眼睛 骗不了人 虽然年纪四十 但他保持的都算OK 眼中的那台发电机的电力 都马力强劲 那么多网红 那么多美好的女孩呢 等着巨星拣选 而对迷倒女孩呢 他又真的从未输过 之前的事件 被台湾抛弃的罗志祥 在大陆翻红 这次又会有谁拯救他 好了 今天把表姐呢 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拜拜 明天见